新北市一名张姓男子去年底在新北市前议员李婉玉的IG页面留言入骂李婉玉破麻,啥时要被男生爽一下啊,甚至爆出三字经,因此挨告,新北地检署金一公然侮辱,瞎撞诽谤等罪将他起诉,起诉指出,张南和李婉玉曾有多起官司纠纷,去年12月27日凌晨张南到李婉玉IG页面留言,骂李婉玉反正你不是议员了,我怎样骂? 我爽,破麻就是破麻,怎不能骂啊,啥时要被男生爽一下啊,甚至留下三字经等不堪入目的字眼,因此挨告,张南到案坦诚留言骂李婉玉,新北新北地检署一公然侮辱,瞎撞诽谤等罪起诉,有人问,新北报道更多精彩新闻,请看苹果陪审团粉丝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鞋高, www.tw.adai.ly-ml924upcsu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